严靜男走向门口 擺開大門 小心翼翼進入裡頭 就大膽拿了地板上的女鞋 躺在地上 一手狂穩鞋子 一手做出猥褻動作 以為一切行徑都沒人發現 不料屋內女子早就察覺異樣 瞬間開燈大吼 严靜男眼見東窗事發 嚇到跳起來 故意裝忙 假裝在找東西 严靜男眼見東窗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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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凹不過 改口說自己是來偷鞋 還下跪道歉 事發桃園 25日凌晨2點多 严靜男公稱 自己有練鞋屁 來偷鞋被抓包 事後家人心軟放他離開 怎料回調監視器一看 驚覺他近視慣犯 早在18日 也闖路做出同樣行為 而女子的妹妹也發現 去年12月 严靜男就想透過網路認識他 種種行徑 讓一家人實在毛骨悚然 欺詐報案提告 原警依規定受理 並積極追查 迅速掌握選犯身份 順利將其查契到案 23歲任性男子 年紀輕輕 並沒有前科 只是多次私闖民宅 聞邪又猥褻 這下自毀前程 乖乖接受法律制裁 記者 劉志展李廷熙桃園報導